朋友们 多往给你遇见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呢 你就应该能够思考出来 咱们生活中通了电能够动起来的东西的原理是什么 比如电风扇 比如说还有什么 电瓶车 是不是啊 通了电它就动了是不是啊 你现在看到啊 这是一个电源开关 电流表 电流表是探在电路里面有没有电流的是不是啊 现在这个东西呢 重点就是这个东西 当它外面塑料壳咱们崩滚的啊 它上面有个磁铁 下面有个磁铁 这上面的这两个磁铁之间呢 应该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什么 磁场 磁场是不是啊 一个磁场 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小金属棒 在这个磁场的中间 就正在磁场中间呢 是不是啊 两个磁铁的中间 现在呢我用电流呢 通上它 你看正好连着的连着它的啊 如果我开关一闭合的话 这个小铜棒里面就带上什么 就里面就会有什么流过 电流 就会有电流流过是不是啊 你看啊 现在这个小金属棒 在磁场里面 它可以安然无恙的 很舒服的躺在那是不是啊 我把它通上电以后 你想想它还能在那吗 注意观察啊 通上电以后 它就待不住了 它就走了是不是啊 是的 那谁把它给弄走了呢 那弄走了啊 咱们其中人应该知道 走了肯定受到力了 是不是啊 嗯 那这个力是谁给它的呢 是磁场给它的吗 思考一下 好像是 嗯 应该是 因为这个通电的导体 它放到磁场里面的时候 磁场会给它一个力的作用 也就是说通了电的东西 放到磁场里面 它就可能受力 受力它就会怎么样 动 那咱们就可以理解生活中 通了电能够动起来的东西的原理是什么了 是不是啊 嗯 那里面除了有电之外 它肯定还有什么呀 磁场 对 磁场 啊 好 这个实验 走到这 好 实验回来 好 实验回来 通下实验过程中 你应该能看到吧 这地方上面就是一个磁铁的一级S级 下面这个磁铁是N级 就这样的 那中间这就是一个磁场 磁感线对吧 好了 你本身这地方就一个很强的一个磁场 然后呢 如果是 闭合开关的时候 你注意这地方这个小铁棒 这小铁棒现在是放到一个 两面都是有电极的啊 这开关 如果在这边手一闭合开关一闭合 就有电流流过它 你这里面就有电流流过它 那本身你这个铁棒也是一个磁铁 通话键的它也是个磁铁 你这也是个磁铁 那磁铁的磁铁栽块会干嘛 磁铁的磁铁栽块 它就要产生力的作用 有力 咱们应该知道 它会让不动的物体动起来 让不动的物体动起来 那好吧 那通了电就能动 通了电就能动 通了电就能动 这就我念了三遍以后 你是不是心里应该觉得 哦 我终于明白了 我们家的电风扇是怎么回事了 你有没有这反应 我们家的电风扇怎么样 你发现你们家的电风扇 是不是通了电就动起来了 对吧 除了它还有什么呢 还有空调 通了电就动起来了 反正到时候我没看到我们家空调在跳啊 你看外面那个 室外那个机器 还有那 早上吹头的电风吹 哦不对 电吹风 不叫电风吹 电吹风 一面 转起来了 它里面有小风扇 那这些都是通了电就能动 通了电就可以动了 现在能知道原理了吧 那你能想象 帮我我们家那个电视机 电视机不行 那电视机里面那个李小龙 哇 那不是啊 那不是通了电受磁性的 这样 电吹风 吹风扇 空调 这些 通了电就能动的 那一定 它里面有一个东西 你知道什么 然后里面一定有导线 这个没大一样 它里面一定有磁铁 它一定是有磁铁的 必须有 因为你里面有磁铁 N S 这个磁铁 这样的话 然后呢 你它里面的做好的线圈 它里面做好的线圈 当然做好线圈以后呢 通上电以后 线圈里面有电流了 现在线圈里面有电流 线圈本身也是个磁体 那你磁体的磁体在一块 它就转了吗 对吧 然后老师 像你刚才这个不是往一个方向跑吗 对吧 那为什么它没转起来呢 那就是你后来的工艺设计方面的设置了 它真正指的线圈是这样 所以它这是个N级 它这是个S级 它实际上有的它是一个线圈在里面 线圈里面 这里面通上电流 这里面通上电流 它两边电流的方向还不一样 它两边电流的方向不一样的话 这其实像高中的重点知识 它受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它这是左手定则 左手定则 左手定则 它这个受到力是向里走的 这个向里走的 这个受到力是向外走的 那你想它受到力向里 这条线受到力向外 它就这样转了吗 就这样转过来 大家看家荒香剂之类的 它就很刺激 所以一个理论的产生 到真正准化成 能够为实际生活做应用的话 差异还是很多的 差异还是很多的 这个左手定则初中不考 初中不考 那我们高中是重点知识 重点知识 所以多大在这地方 用力外来说一下 用力外来说一下 它比如这样 比如这是个N级 这是个S级 磁场发现这样的 磁场发现这样的 然后来了这样的一个电流 那它受力发现向哪 这个就不是右手了 这就是左手了 左手伸开咱们的左手 让四指跟大拇指垂直 注意 这时候要让磁感线穿过掌心 你看这磁感线是往下走的 所以你手掌心的往上 如果磁感线是往上走的 那你手的这样 让磁感线穿过掌心 四指指向哪 因为四指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是不是 四指的指向跟电流方向一样 所以应该现在这样放 不能这样放 也不能这样放 一定要这样放 那四指的指向跟电流方向一样 大拇指所指的方向 大拇指所指的方向 就是受到力的方向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 它受到力是往里走的 就冲着黑板往里走的 所以它现在往那个方向 一种的趋势 左手定格是将来咱们中考的 不不不不 高考的重要知识 高考的重要知识 因为这是初中的时候 电跟力还没有联系到一块来 因为初中的时候 学电学跟学力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学力学跟学电学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看我们的老人教材 在初华先学电 初三后学力 到高中是绝对不可以的 高中一定是先学力后学电 因为电学里面的好多东西 是需要用到力学知识的 需要用到力学知识的 就是高中的时候 它电学知识跟力学知识 是结合到一块去的 因为电荷的运动受到力 那你就对它进行受力分析 然后在力学公式计算去 所以物理很神气 一会再聊 一会再聊 好了 那这个实验你已经知道了 对吧 那通了电就能动起来了 我就可以支撑电风扇 对吧 可以支撑空桥 对吧 我给支撑发点击 发点击不行 电动击 那你看杜老师不就也 利用给原理了吗 有电有磁 你就会动 只要我设置好了 我想让你怎么动 你就怎么动 来吧 看杜老师做的这个实验 来 开始